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日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电动车的最新动态 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附加税 以防止他们充斥市场 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保护北美汽车行业的竞争地位 更是出于安全考量 随着中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技术争端加剧 电动车的多摄像头和数据收集能力成为潜在的安全风险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通胀的最新情况 近期加拿大欧盟和澳大利亚的通胀率有所上升 而美国的最新数据却显得较为乐观 这种对比让投资者开始思考美联储的高利率 持续更久政策是否真的是一个坏主意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股市的最新动态 美股期货在周二出现下滑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即将公布的关键就业数据 同时也在评估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的影响 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其货双双下跌约0.4% 而纳斯达克100指数其货则领跌0.5% 特斯拉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出货量在6月份下降了24% 其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超过1%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Globe and Mail指出 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附加税 以防止其大量涌入市场 这与美国和欧盟近期的做法一致 然而这不仅仅是北美汽车行业竞争地位的问题 还涉及到安全问题 近年来中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争端不断 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美国政府最近决定 如果TikTok不卖给政府批准的买家 就禁止其使用 部分原因是担心用户信息会落入中国政府手中 中国政府也早已禁止使用 Facebook、Google、YouTube等美国科技服务 2021年 中国要求政府员工停止驾驶特斯拉上班 担心车上的摄像头和传感器会获取敏感信息 美国政府也对港口的联网起重机表示担忧 认为其复杂的软件和数据可能会被外国对手利用 类似的安全顾虑促使许多民主国家禁止使用 华为等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 这些行动表明 民主国家正在与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脱钩 尤其是高科技产品 因为这些产品可能收集数据 图像和其他信息带来安全风险 电动汽车也不例外 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其他国家制造的电动汽车 都配备了大量摄像头 传感器和半导体芯片 处理大量数据 包括地理位置信息 外国政府或黑客可能通过这些技术环境 获取驾驶员 环境 联系人和雇主的各种信息 甚至可能在国家安全危机期间 通过软件攻击使汽车停止运行 因此民主国家应认真对待这些安全问题 就像中国政府要求某些员工 停止驾驶特斯拉一样 CNN报道 最近几个月 加拿大 欧盟和澳大利亚的通胀率有所上升 而美国的最新价格数据 却显示出乐观的趋势 这一对比 让投资者开始思考美联储的 长期高利率政策是否真的是个好主意 过去一年 投资者一直希望 美联储降息 而一些央行官员 则坚持维持高利率 这种摩擦 时常引发市场波动 但随着美国通胀率继续下降 这种脱节现象 似乎在消退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欧洲的通胀数据 引发了市场恐慌 加拿大在降息后价格意外上涨 澳大利亚的通胀率 也达到了2024年的最高水平 尽管美国通胀率最近有所上升 但在美联储维持23年高利率一年的情况下 通胀率再次下降 全球高通胀率让投资者对美联储保持高利率的态度更加接受 国际清算银行在其年度报告中警告各国央行 在政策放松方面要设置高门键 因为过早放松可能导致通胀压力重新抬头 并迫使政策逆转 投资者正在关注即将发布的非农就业数据 这些数据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关于经济状况的背景和美联储下一步行动的线索 Yahoo US 报道 美国股市期货周二回落 投资者在关键就业数据公布前谨慎权衡降息的可能性 并关注特朗普胜选的更高几率对市场的影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均下跌约0.4% 科技股主导的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下跌约0.5% 随着市场在一个由六月就业报告主导的交易周中保持谨慎 股票表现不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欧洲央行会议上发表讲话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他对通胀进展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看法 此外 美洲就业岗位数据的发布也将影响市场对利率下调的预期 同时 政治风险也在影响市场情绪 华尔街正在评估特朗普胜选对市场的潜在影响 因为有传言称拜登可能退出总统竞选 在公司方面 特斯拉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六月出货量 下降了24% 其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超过1% CNN报道 在2023年1月 Hindenburg Research发布了一份关于Geltem Adani商业帝国的报告 指控这位亚洲首富的欺诈行为已有数十年历史 报告发布后 Adani公司的市值瞬间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 尽管Adani否认了所有指控 但Hindenburg公开表示 通过做空Adani集团股票及债券 他们仅赚取了约410万美元 Hindenburg还透露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 SEBI指控其报告包含不准确的陈述 试图误导读者 Hindenburg认为这是为了压制和恐吓揭露印度最有权势人物腐败和欺诈行为的人 尽管Adani集团经历了巨大的市场动荡和个人财富的骤减 但在随后的18个月里 Adani集团的股票大幅反弹 Adani也一度重回亚洲首富的位置 印度最高法院曾命令SEBI迅速结束对Adani集团的调查 但Hindenburg认为SEBI未能履行其职责 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行为的侵害 Yahoo!US报道 英国时尚零售商如果明知或怀疑进口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可能会根据犯罪收益法 因交易犯罪财产而被起诉 全球法律行动网络GLAN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C 将此案提交上诉法院 声称这是全球首例成功破坏涉及维吾尔族强迫劳动供应链的案件 GLAN指出英国国家犯罪局NCA 未能调查涉嫌进口和交易强迫劳动棉花的公司 GLAN的高级律师德普拉·梅诺克评论说 这次诉论对于承认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民所犯的 大规模暴行至关重要 并且将那些从这些罪行中获利的人追究责任 GLAN希望这一判决能促使NCA全面调查来自维吾尔地区的进口 并阻止这些受污染的商品进入英国市场 WC的英国主任Rahima Marmot呼吁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立法 2024年4月欧洲议会批准了一项立法 从2027年起禁止销售 进口和出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CNN报道 纳奥米大阪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上自2018年以来首次获胜 他以6-11-66比4击败了法国选手戴安帕里 竞技第二轮 这是大阪在休息一年多后 优先考虑心理健康并在2024年7月成为母亲后首次重返温网 大阪表示 回到温布尔登感觉像做梦一样 他很高兴能再次站在这里 大阪目前世界排名第113位 以外卡身份参赛 他在印第赛事如美国公开赛和澳大利亚公开赛上 获得过四个大满贯冠军 但在温布尔登的最佳成绩仅为第三轮 他将在第二轮对阵美国19号种子爱马内瓦罗 与此同时 二号种子柯柯高夫仅用一个多小时 就以6-16比2战胜了朋友兼同胞卡罗林多尔海德 轻松晋级第二轮 高夫表示 温布尔登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每次在这里比赛都让他感到特别紧张 比在大满贯决赛中还要紧张 高夫将在第二轮对阵罗马尼亚 选手安卡托多尼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在加拿大钢铁公司的第二季度财报季前夕 RBC Dominion Securities分析师James McGaragall 下调了钢铁价格预期 反映出季度初期价格的逐渐下降和6月份的显著下跌 他指出钢铁价格的普遍下降 加上国内需求的不确定性给价格带来了压力 此外 高利率环境也对建筑活动和工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 PMI和ABI指标均低于50 McGaragall预计第三季度钢铁价格将回升至每吨700美元中断 并在2025年趋向800美元 他还指出北美钢铁分销商和生产商的股价在本季度大幅下跌 部分反映了较弱的钢铁价格环境 尽管如此 他认为Russell Metals Inc.和Stelco Holdings Inc.的股票仍相对便宜 并下调了两者的目标价只43美元 Guardian报道 安迪·穆雷英未能从背部手术中完全恢复 不得不退出温布尔登单打比赛 但他计划与兄弟解密参加双打 穆雷在温布尔登前10天接受了脊椎囊肿切除手术 尽管他努力恢复 但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单打比赛 穆雷的代表在声明中表示 他对这一决定非常失望 但期待与杰米一起参加双打比赛 穆雷的备战在两周前因背部和右腿疼痛 和麻木而被迫退出女王杯 尽管如此 穆雷将在双打比赛中与兄弟杰米一起出战 此外 英国选手比利 哈里斯在大满贯首秀中 对阵西班牙选手豪梅穆纳尔 比赛正在进行中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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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